怎么是你呀 飞柳 你怎么进来的 烧掉 飞柳你确定 真的是让我烧掉 你就不让我打开看看 里面写的是什么了 你呀 真是个小可爱 带季王到宫宇处 那得好好想个办法 看着 我烧掉了啊 殿下这是去了哪里 本来想去玄境寺 看看那个魏征 结果被夏将给挡了回来 他好像还很不高兴我上门 我想在这个时候 夏守尊自然不愿意让人知道 他与殿下宁是有所来往 尤其是他那三个徒弟 玄境司历代 以不设党争为铁责 各个长径使行 是又非常独立 夏将虽然是守尊 但是也不能这样明目张胆地 为所欲为 所以殿下以后有什么消息 需要传递给夏守尊 还是通过班入的四姐比较好 说起你那个四姐啊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不愿意 为本王效力啊 每次让他做事 总是推三足四 要不是他跟夏将有旧交 指名让他中间传递消息 本王早就忍受不了 他这么放肆了 四姐有诸多不适 班入也知道 只是夏将他生性多疑 信不过其他人 我四姐再有不好 怎么也是当年的旧人 即使他以后抽身离去 也绝对不会背叛他 所以请殿下宽宏大量 宽恕他一二吧 看在你跟随本王 多年的情面上 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是你记着 都是因为你 你看在小宫 并岁民宏之中 就不必见外了 我会有信心的 哪里 但你会在上 你跟随后 我要上帝 你是王妃 我的书房你随时想来就来 谁会怪你 般若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先行告退 请王妃见谅 今天宫里情形怎么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